大家好,我是桑普 2022年首先第一次和大家做节目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心上事成,万事胜意 更加喜乐平安 希望大家仍然有一种斗志生活下去 也希望大家的理想始终都不会稳乐 当然,今天有很多新闻,香港有很多新闻 譬如说疫情的问题,国泰被咬的问题 国泰被咬的员工的问题 这些是新闻可以报导 但我想周末大家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振奋一点,开心一点 就说什么呢?说乐坛颁奖电禮 即刻乐坛流行榜颁奖电禮 就是刚刚1月1日的晚上,举行完毕 令到大家很振奋 我同时也看到有些朋友 我昨天12月31日 有一间餐厅 有些倒数的活动 接着有一个香港的朋友给了我手机 手机我看就是说 原来这么多的朋友同时在窗口大喊 1月1日凌晨 即12月31日转1月1日凌晨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哇 喊到漫天架响 我告诉大家 全部都喊 但你捉不到人了 为什么呢?你不知道哪个单位喊 所以就是立体声 很清晰的 不是清一色 是不是呢? 五光十色 因为你看那些 不同地方的灯开出来的 黄灯白灯 什么都有了 然后整个地方 五光十色 立体声 说给共产党知道 共产党知道什么? 收皮了 就这么简单 好了 不过他不会说这三个字 他会说什么呢?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哇 我觉得这个真是挺震撼 我想这些情况 我想在不同的区域 都会偶尔发生 好过看什么烟花 好过看什么垃圾 这件事才是真正香港人的精神 永远不会折搭 好了 话说前那时快 不够24个小时 就有商业电台这个 戚測乐谈流行榜班将来 我觉得在今时今日 这些颁章电台仍然继续举行 我都不知道明年会不会继续有 说真的 由曾荫权时代 都说要剪掉这些颁章电台 美其明就说 折省成本 实际上就是说 不要给一些 真正 灵活的 年轻人的 和真正主流别人喜欢的音乐 去摆出来 因为这些是一个民主的杯胎 又搞公众投票 又搞现场投票 又搞现场投票 一人一票 搞那么多 你反衬政府无能 TVB 可以 那时有四台 即所谓的新城 商台 港台 TVB合办 当然是一个荒谬的 每个台自己办自己有什么问题 这个浪费不浪费 每个地方都觉得相当好 就是大家觉得心里相当甜 去到今时今日 正正因为呢 没有完全合办 所以看到商台有自己 单拖 我仍然是搞呢 戚策乐坛 流行榜 颁奖 颁奖 戚策 十大歌曲呢 有些是我听过都好听 OK 数一数他们 然后我会讲一下 他们得奖的时候 那些人的表现 这个就是重点 先讲这十大先 第十位 泳尔的《荆棘海》 那泳尔呢 得奖这首《荆棘海》呢 他就说什么呢 那他就声里俱咸 他第十位 即十个里面第十名 他怎么说呢 歌词有一句 能越过就有未来 他寄予大家要 坚持信念 不要放弃 一定要参住 歌词最后说 京几海来京几海 能越刺越痛 越有未来 京几海来京几海 然后你再 我再有逢来 那这个是 坚持信念 不要放弃 即是听起来我都觉得相当 很多东西不需要讲得白 其实艺术的东西 音乐电影的东西不需要讲得白 那才有满味 什么说得白的话就没意思 OK 第九位 盧瀚亭 Mega Heat 第八位 岑灵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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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他的女儿 有风的形状 这首都挺有趣的 也有满味的歌 第七位的 Sea All Star Sea All Star 地球保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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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当然他有很多献唱 很多不同的金曲 Sea All Star 梁超峰也都相当好 第六位 柳应亭 即是MIRROR的柳应亭 Jer 狂人日击 今年年初 听到现在 我觉得是 这个 就是 我这样一首歌里面 我觉得是相当难得 因为他那个 編曲 他的韵味 是很特别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是何归岚 很喜欢的歌 狂人日击 第五位的 林家軒 今次 林家軒 不是派对旅行网 即不是再 一人之境 他是寫什么呢 就是神奇的糊涂魔弱 林家軒 唱作歌手 他的声音很特别 你说是否他唱得很好听 他又不是 但有时候某一类型的歌 他唱得很有一种 韵味 是很多人唱不到的 第四位 就是郑庸的多喝水 郑庸呢 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 他得奖多喝水的时候 获专业推介戚册第四位 郑庸说 强大才可以支持过去 这一年对我来说 不容易 生活有很多变化和困难 他说 2021年 这首歌给了很多鼓励给我 脆弱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可以好好地照顾自己 才会从与希望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而歌词最后提到 唱命 才可以支持过去 尋梦者应该多喝水 哇 见字喝水 OK 尽在不言重 所以记住要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动 这个我说 不是他说 OK 这个就是 第四位 多喝水 跟着也有 张敬軒的 赵郎君 我回头说张敬軒 张敬軒的赵郎君 就是第三位 他很认真的歌手 我想是 由广州出来 他家人都在广州 但是他做的所有东西 为了这个城市 也都对这个城市 所有人要感恩 为香港人 創作这么多的 这个广东歌的音乐 我相当觉得是很开心 第二位的MIRROR 的BOSS MIRROR 就是 我想他难团地位 就是这一两年都没有动摇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 他都很难动摇 但是当然了 世界上 就是永远有一个 有一个时间 MIRROR 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他们很出色的一些歌手 都希望他 无论在MIRROR 这个团体里面 或者他自己单拖发展 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很简单 MIRROR 第二位 阿Jer 第六位很清楚 这个真的很难得 第一位 至尊江福大奖 就是Rubberband的Chao 我会介绍一下这首歌 Chao是什么呢 读过意大利文 甚至无论 法文都有 即是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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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的意思 或者意大利文 Hi Hello Chao Chao 法国人就不说Chao 法国人Chao 就是说拜拜的意思 法国人说Hello 是什么意思 不会说Hello Hello Bon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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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day Bonshu 就是Good day 所以这就是用这个打招呼方式 意大利文是Chao 就是这个方式做事 Chao 可以Hello 或者说 拜拜 的意思 Rubberband 他的乐坛至尊金曲 就是这首Chao 怕我经常说那首 走先 不停先 下次再找 是吧 挺好玩的 那么 《戚册乐坛》 班长电礼 就是举行的时候 又拍了 《适当真》的网片 再成为组合的MC 《适当真》的网片 获得了这个《戚册乐坛》 《戚册乐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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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找 就这么简单 这个 MC Soul & Kidna 二人男子组合 他成员分别就是 苏志豪 和这个许言 他们也是 香港YouTube频道 《适当真》的成员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看看这些 黄之锋 最近在狱中 写篇东西 也提及《适当真》 他当时 觉得还未红 但这位 这两位成员 苏志豪和许许言 很有意思 他做一些歌 一些rap的歌 我想这些是 可以使用大家 有另类的音乐的享受 另外 就是 除了这个 之外 我们看得到 张敬軒也相当好 张敬軒是奪得了 除了第三首歌之外 他奪得了 《戚册乐坛》 至尊唱片大奖 和《戚册乐坛》的 南歌手 所以我想 是很好的一个 发展 昔日由广州来香港发展 今天就走上一线歌手 疫情之下 开足18场演唱会 张敬軒就憑着一首 《The Brightest Darkness》的唱片 即是 这首《The Brightest Darkness》 是什么 《The Brightest Darkness》 《戚册乐坛》至尊唱片大奖 这个唱片相当有意思 张敬軒就说 这几年发生很多意想不道的事 要郑重多谢香港的朋友 我来香港19年多 今年百感交集 是因为 我对这座城市有很多的爱 很多的亏欠 多谢大家 用不同的方法支持我 多谢每位香港的朋友 去年11月 御动署在深湾用食物诱报 和人道毁灭七只野猪 引发社会的争议 歌手张敬軒当时表明 很享受人类和野生动物 一起共存的生活方式 生态资源 在这个国际社会 兼石市大森林中 珍贵的一种生活方式 分明就是说 他就是和当时政府的一种 大喇喇暴杀野猪的做法 是唱反调 但很显然的就是说 他虽然是广州来 但他的心是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即是说 一个人出生在哪个地方 甚至小学中学在哪个地方读书 并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人本身 他的心在哪里 OK 那张敬軒 你会看到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歌手 OK 他都说 我来自香港19年多 今年百感交集 我对这个作成 是有很多的爱 希望每位香港的朋友 也多谢每一位香港的朋友 那你看到是相当 令人感动 激烈赞赏 好了 那么 戏七乐坛男歌手 刚刚讲的 张敬軒 就是最受欢迎男歌手 但是戏七乐坛男歌手 因为他最受欢迎男歌手 刚刚张敬軒 戏七乐坛的男歌手 就是刚刚张敬軒 就是这个金像 他说一句话 今年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就是尽在不言中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做事 好好地做 做而不说 就可以了 在香港 现在就可以这样 你难道 他说 我们要高调做人 高调做事 个个要做周幸彤 我不是周幸彤坏 周幸彤很好 非常好 但是一个周幸彤已经够了 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收押所里面 ok 那是不是个个都要入策 才行呢 当然不是 大家 在香港 在香港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这个不是只有张敬軒 ok 还要是全香港人 都有这样的精神 好不好 不要躺平 然后铜长 就是冯允軒 铜长 大家 林家谦 好清楚 派对你盈望 有半笑脸 七个八个十个 喂 这些歌是个个好出名的 现在我们有些 在北中南 在台湾的香港人 个个都会唱这些歌 林家谦就说 好多谢粉丝 低调应援支持 低调应援支持 周幸彤就说 今年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喂 尊在不言中 组合大奖里面 铜长 当然是唱圣马力乐之心的 Dear Jane ok Dear Jane 出道很多年了 銀掌方面 Mirror Mirror只有銀掌 但是说真的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戚策乐谈 组合大奖 班 给Mirror 做銀掌的话 其实他很多些 成员都要拿了奖 是不是 无论你看到 阿追和 柳应亭都拿了一首歌 我经常都很推荐的歌 抗你一击 寫得很好 你说 Mirror做很多成员 姜头 那些 SNL AK 大家比我更熟 我记得 这些 鸡排去摆的圣诞市集 有一次 九月茶餐厅的老板 买一个 有一个 我买一个 卖姜头的产品 一去到台湾的市集 抢手抢得很厉害 每个人都喜欢他 所以很好赚 不过我可不可以知道 这是容易赚钱 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会自己买食物 我都很支持 我更加需要支持 一些 落手落腳做事的人 但不是代表 买姜头那些 不落手落腳 他懂得 有一些东西 可以使得一些东西很开心 使得好一些东西 有魅力 可以赚港出来 相当不错 金掌是Sea All Star 我很喜欢Sea All Star Sea All Star 很有趣 梁超峰也唱得相当好 以前唱很多歌 也唱得相当出色 我现在不能盡录给大家听 Sea All Star说 我们音乐是做给香港人听 他没有说中国人 我们音乐做给香港人听 MIRROR 获组合的同长 Lokman就是支持 多谢在场这么多位 多谢电视机前的这么多位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你成就我们 很多时候 都是你给了很多力量 给了很多爱我们 我们才可以继续向前走 所以感谢感激 多谢 AKAnson就是说 多谢大家 这个很清晰 这个很清晰 我做过访问 我在台上说 中年 年轻 都懂得MIRROR 做一个访问 你最喜欢哪一个 很多人说 我是姜濤 我是喜欢姜濤 有些人喜欢这个 Anson Lo Anson Lo 现在越来越多 他喜欢他 Jer唱得很好 就是刘影庭 很多人说 这些假王 他都不敢表态 各位 我只是说一件事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张建軒 中文写得很好 说得很好 运用得相当精彩 这个就是他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的一个好的道理 OK 另外 看到 Wyman 戏差乐谈的田池人大奖 再一次由 王伟文 去拿到 他还特意拍下 得奖的感言 他说 过去这一年的 每个星期六 戏差乐谈的流行榜 都出现很多 新的名字 而他们为这个乐谈 提供了很多 不同曲风 和性格 每一个都有 好好表现 所以他觉得 这一代 香港年轻音乐人 每一位都值得骄傲 而他还特别多谢MIRROR 和背后的团队 因为他们所做的 大部分都是广东歌 看到他们对广东歌的抱负 和充满热血 不单 不过 是相当好的 不过单靠MIRROR 是不够的 Wyman还笑话 有一招可以出 就是 在2022年开始 新计的 新增一个 不计MIRROR 戏载乐谈流行榜 因为这样 可以多些音乐人 多些机会上网 不过等等 他就说 有两点要澄清 第一 他是喜欢支持MIRROR 有花姐可以帮他造证 知道的 姜濤 Anson Lo 还有Edan 都是你帮他们 写第一首冠军歌 什么时候写花姐的首诗 还有 他原本是想搞 不计MIRROR 和林家謙 戏载乐谈流行榜 巴掌礼 因为不计他们 一个组合 一个人 100大可以多30个位 是吧 威文说 如果大家赞成 2023年 明年1月1日 开始 正日 一一正日 搞戏载乐谈流行榜 1月2日 就拉起12张椅 在原地搞 不计MIRROR 戏载乐谈流行榜 巴掌礼 那大家笑 说到最后 威文都语重心详 跟大家说一句 音乐和幽默感 humor 无论日子过得几艰难 都要抓紧 不可以失去 音乐 是语言的另一种 表达方式 它不是语言 是另一样东西 还有 幽默感 记住 无论日子过得几艰难 都要抓紧 不可以失去 你看到是多么 多么磅薄 OK 那你看到 这一次的颁章内 有很多 一些值得说的东西 那我会觉得 这些句子 每一个人 听在耳边 大家知道 他们不可以 好像我现在这样 讲得这么白 给大家听 但起码 我发现相当难得 而再重复 讲一次这首 戚策乐坛 至尊歌曲大奖 的冠军 是Rubberman的Charles 奪得的 他说 无论离开 还是留下 我们永远都是香港人 Rubberman 憑Charles 奪得至尊歌曲奖的时候 四子先让跟他们合作无间的音乐人 Patrick 去分享 Patrick 又说 Charles 是意大利文 意思是离别和再见 我们经常说很多再见 我们都相信 坚持下去 很快会和说再见的人 Hello 加油大家 虽然支持的时候是有限时的 但是Rubberman的泥猫就笑话 不用怕 我们起歌 接着他就说 咬实牙筋 真理必成 咬实牙筋 真理必成 这就是信念 这还不是妥协 这还不是低头 而是忍耐 而是坚毅 而是持久 信念藏于心内 之后阿伟和六号说 六号和阿伟都是Rubberman的人 一定要好好地过 无论是安安定定 留在这里 还是冒险去第二 我们这首歌 是送给无论离开 还是留在这里的香港人 我们永远都是香港人 我们要像歌词那样 好好地过 好好地过 我们终于有一天会再见 说要再见 一定再见 再说一次 多谢香港人 所以这首歌 作词作曲 就是Rubberman 添灰 添灰 我们觉得相当好 就是我 简单 多一次歌词给大家听 愿你去到新天地 在哪边休息 闲来看出气 大概 你再走遍万里 信每站 风光已矣 别要记挂家中单季 代你去梟水 再回来 任季节再跟跌换替 仍来未来拆洗 信每回家一天 不忽毁 再见偏雪到红眼 被时代拆散 才到别哪样难 这刻我们再一起 笑喊悲喜 巨浪翻起 亦是再一起 明早散聚谁先飞 未及叹气 这晚的 狠请放入行李 可过渡者别离 代那 聚首终度期 直到你我不及分甲 再撒那相拥 发祖伯 上次那未完堂课 如下半段副歌 后续年轻的诗 可不可 再见不要计时间 活着去抵抗 世界荒诞 这刻我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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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刻我们再一起 笑喊悲喜 巨浪翻起 亦是再一起 大概是这样 这首歌 即是这样的歌 他肯请每天 好地过干定 环是冒险 好好牵挂 来日后见 说了再见 若定再见 若定再见 说了再见 若定再见 就会再见 那首歌 终了三次 这首歌才完歌 然后我告诉你 这首歌是相当有意思的 你说他的歌本身是否好听呢 我就觉得 你问我客观是说的 他不是那些令你很容易 深刻几个歌 简单的melody 非常简单的melody 我想重点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歌词 而他的歌词 他写出了现在的心声 那你看回 在网上的music video 就是我之前看过的 就是说一家人要搬屋 那他爸爸就是他妈妈 就说妈妈要女儿 一起搬个地方读书 就是说离开香港这件事 就是基本上说 离开香港 去移民他在地方 要适应很多东西 可能在收看我这个节目的人 都可能是 去着不同的地方 或者去了不同的地方 你看到现在 中学小学的退学率很高 那其实这些东西 是写在大家心非里面 所想的东西 我只是说 留下来的人 他们更加要勇敢 是不是 就是留下来的人 是See All Star的歌 那更加要勇敢 那你看到 我们可以弃弱 这样 幽默这样说 走先 是这样 下次再玩 像M.C.Soul & Kinney 那样 但同时候也看到 有一帮好的人 好的音乐人 尤其是你看到 就是Rubberband 一直是有发现号 九年前十年前的发现号 到今天 射到今天 射这首 都觉得是相当难得 那你看到很多 你说Dear Jane 他们要想 不说那么多 但我知道 很多人的心 不用说 OK 就是大家明白 四马力朗之心 你明白 那你们要一个人 要表忠 我是黄的 支持黄的 一定要帮助什么 什么东西 不需要的 OK 大家明白 心照 没有分化来的 没有分化来的 没有必要分化来的 很多人的身位 他要做的事是不同 他要赚钱 赚钱是什么错 我觉得很简单 这帮乐坛的人 他不赚钱 他吃谷种 那些乐器怎么买 你要给他们赚钱 赚钱有时要低头 但是只要 他不要为虎作窗 如果今天看到我刚刚说的 那些Bang 或者那些人 就是说为共产党说话 做了整个谭永伦 做了整个中镇图 肥妈 这是另一件事 他们没有做这些事 如果你说有 那些人就说出来 大家听 是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 有一些 我听到一些年轻人 他们会怪 这些人 这些乐队 其实是叫做吃 黄饭 即是黄圈的饭 我觉得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你要给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而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你从你的常识 要对他们的密切观察 你觉得这些人 是不是真是 找你笨的 还是他真的相信这些东西呢 刚刚我举这些例子 其实大家心照 大家心照 不需要这么白的 即是说今天1月1日 这一场的戚策 乐谈颁奖 帐礼 其实看得到 香港人生不死 由12月31日结束之后 1月1日凌晨的时候 大家说 香港加油 来庆祝这个 概括撒伤烟花的气氛 这个 香港加油这种精神 一到今天晚上 这种精神的话 香港人没有死到 没有沉到 千万不要颓 一定要站起身 凭住着你自己 知道人生 你要向什么目标走 跟着走好它 例如梁超峰很会唱歌 很会唱歌 例如在这种Rubberband 做音乐相当好 我已经看到他 发现好的时候 做得相当好 之后一路有些歌 我以前在北京饭店的时候 都有播出他这些歌 有些歌 杰斯也未必懂的 因为我很喜欢听 年轻人所做的歌 我又不是跟得那么足 你知道 你要知道 我要做政论 但我起码就知道 一些基本主流的歌 会懂 比如这些这样的 好的一些音乐人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张建軒 希望大家可以 下什么信和 买实体的 不是一定信和的 买实体的CD 实体的碟 这个当然是 支持他们最好的方式 但关键的地方就是 多些听他们的歌 以及以真金白银去支持他们 实体的碟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最好 但现在没有人买的 现在在网上全部都听完 但希望你对你支持的歌手 他喜欢MIRROR的 你买他的产品 买他的碟 现在就充得很高 但不要忘记 有些默默经言的歌手 由张敬軒也好 郑蓉也好 郑蓉也好 他们基本上做得很好 希望大家 努力支持一些 你认为是好的歌手去做 今年新疆棉都没有奖 是吧 容某 楊某都没有 是吧 所以就知道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2022年的1月1日 不是20年前了 是吧 不是不挫饭时代 OK 所以我告诉你 已经过去了一个时代 要很快 变得很快 我告诉你 现在这帮新的年轻人 他们有自己的音乐风格 你说他们的音乐风格 是不是我个个都很喜欢的呢 不是 当然不会 会不会有些很单调 很寡 不够sophisticated 或者不够grand 是 他们的东西是 因为他们学了R&B那套 所以他们那套调调 底色是很类似 底色类似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差不多 OK 但是他们的重点 不是放在那些R&B 或者那些歌词 这些複雜的风格里面 是放在歌词 不是在歌曲的本身 是在歌词 歌词说明了一切 歌词不可以太怒骨 亦都不可以太 不知道他说什么 有些人写歌词 写到不知道他说什么 有些人写歌词 写得到太怒骨 两个都不对 那你如何中间在一个位置 让大家体会到 你会表达的意思 这个就是 功力 在这里 看到Tim Lui 这个都比较怒骨 他其实已经 很外露 告诉大家 他在说这件事 但是 他说得很 叫做很 内念 所以我觉得很成功 这首歌 希望大家 多些支持这些本地的音乐 因为这些本地的音乐 就是香港 一种维系着我们信念的一件事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 听很多香港的粤语流行曲 即是叫 廣东歌 即是七八十年代的粤语流行曲 即是 很多以前的歌曲 提小音乐都是粤语流行曲 但是 你今时今日 当然不是那种调调 我们变了很多 将 很多英美或者日本的潮流 打进来 韩国的韩风打进来 一班很出色的人 都不断地做 所以Candle Park 即是广东歌 依然有市场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一班 有心有力的音乐人 做好我们的音乐